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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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二四節系裡面的褚鼠 那褚鼠極為粗鼠 在農曆二四節系裡面 它是我們第14個節系 它交節的時間呢 大約在陽曆的8月23號前後 那很多例子 為什麼? 什麼立秋之後呢 我們還多了一個儲暑 其實這個儲的意思呢 就是中止 或者是中鳥的意思 進入儲暑之後呢 表示我們下期就要記者結束囉 那這時候暑期會逐漸消退 天氣形態呢 會轉成中年會比較熱 早晚會比較涼 昼夜形成會比較大的溫差 所以呢 我們在晚上要外儲的時候 或者是睡覺的時候 要記得多加一件衣服 你沒感冒喔 那這邊呢 我就簡單的教大家一招 簡單的養生方法 那首先呢 我們先將兩個手掌心 來回搓揉 把手掌心搓熱之後呢 然後雙手放在我們的肚臍上 然後順時鐘的方向 和逆時鐘的方向 我們各給它搓揉 按摩100次 保持我們肚臍腹部的溫度 這樣一來可以增強免疫力 也可以預防感冒喔 那在飲食的方面呢 秋天的季節數少 所以我們在飲食方面 我們要烤、炸、辣 這三種食物要盡量減少攝取 那我們可以多食用一些 像是銀耳、百合、蓮子 這邊的清熱潤氧的食物 來做一個攝取的動作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平衡 這個秋燥對我們身體帶來的影響囉 另外呢 因為最近啊 天氣啊 常常下雨啊 那在這種四大大的環境裡面啊 對我們身體多少啊 濕氣就會比較重 我們的身體會感覺到 酸痛 或者是沉重 更重要的是 濕氣會讓我們的生百病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煮一鍋 藝人 那我們只喝藝體的部分喔 不吃顆粒 來幫助我們排除濕氣 在飲食的部分 我們要少吃甜食 酒 還有含糧的食物喔 因為這些食物會增加我們身體的食氣 那麼呢 在這種四大大的日子裡面 我們的身體會比較有所改善喔 那以上是我對粗鼠簡單的介紹 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